立陶宛军事实力有多差 白俄两架米格29能诈评全国 立陶宛一直做波罗的海三傻的头把交易 因为立陶宛一直以来就特别能跳 最近立陶宛更是不断向中国挑衅 对于这种买武器的行为 美国一般都特别高兴 能赚外汇自然不会拒绝 之所以奥斯听这么说 是因为立陶宛就在白俄罗斯边上 这里聚集了大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反政府人士 之所以国防部长到宾州 是因为自从苏联解体后 导向美国的小国 纷纷需要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1918年立陶宛宣布独立 并在11月23日 国防部发布了第一条命令 也意味着那一天成了立陶宛的建军节 后来经历了二战之后 苏联把立陶宛拉进了自己的联盟里面 成为加盟共和国之一 立陶宛的海军非常薄弱 其家装备是苏联的瓦来里安 乌里维耶夫级气象船 本着独联体兄弟情 俄罗斯在1993年 送了两艘格里莎III级轻型护卫舰给立陶宛 但安复2运输机毕竟是老古董 这些运输机退役后 立陶宛空军目前仅装备了一架 美式塞斯纳172轻型飞机 两架捷克生产的L410 小涡轮运输机和三架意大利制造的 阿莱尼亚CR7J斯巴达人战术运输机 到目前为止 立陶宛空军还没有一架正经战斗机 唯一可能有战斗力的 就是两架俄式米副17直升机 立陶宛把所有资金都用在陆军上面了 但陆军也并不强大 立陶宛不断作死 为了增加安全感 一直要求美军在这里长期驻扎 一方再组 一方再组